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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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不好意思 我不是emily 你看不到是不是 不管 我懶得記你們的名字 反正每個員工都是emily 好 你就叫emily 好 好 下一期的雜誌封面是誰 決定好了嗎 大家都討論好了 我們決定本來是孔劉 但是他有事不能來 所以我們有請到 又是你 要鬧到幾點 不像就是不像 跟你講話我真的是少活好幾年 不好意思老闆 我們還有一個備案 你覺得 普寶劍 好像不錯 小鮮肉又平易進來 年輕嘛 到了沒有幾點了 不好意思 趕快錄一錄回家好不好 你老婆在找你 每天都不回家 對 我都不回家 我都不回家 回去的錄錄 不好意思 接小孩 不好意思 妳洗手米 怎麼會來到這裡 這個算你 什麼生活太隆重了 算你剛剛好 OK 老師 洗手米 今天非常隆重的心情 來到小梁哥 什麼 不要 很緊張 不要這樣 兩樣都出來罵人了 對 那麼這個Emily 可以先委屈一下 可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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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我就可以 趕快錄一錄了 好 我已經受夠了 好好的 穿搭 因為他們洗手米 也是要看時辰的 所以要趕快來錄影 我不懂 為什麼這一集 時尚裡面會有 然後還是 時尚的洗手米 其實我也很懷疑 為什麼有一對 洗手米的樂隊 等一下他們會來解釋 好不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 開始錄影了 錄影 謝謝 剛剛萌思佳出來的 會不會早了一點 有一點 但是我也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你們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點忍不住 忍不住 不好意思 對 說真的 因為像我們打扮成這樣 是 你這集就是講時尚 對 我是不知道你打扮成這樣 是為什麼 補寶件 是 好 等一下他們有照片 補寶件 謝謝 這個後臉皮真的是 因為我們本來有一個數據 綠色和平基金會 由統計出 台灣每年花衣服的錢 一千六百二十億 這一些衣服 有這麼多 對 這些衣服用疊的蓋起來 可以蓋到三棟的101 這麼多 再加上一些化妝品 保養品 金額非常的驚人 是 其實一千多億 有一千億是他們兩對買的 對 私家大概佔了900億 但到底攝影棚 攝影棚什麼時候才要開燈 對 開了 開很久了 老師妳看不清楚 老師妳看不清楚 我亮多了 亮多了 我剛剛走上來 那個清潔阿姨扶我 她就說 裡面不是錄影 怎麼有人點按摩的 人口全摩 我說按腳一截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實都可以 但是我還是要請到專業的老師 首先歡迎這一隊 美麗好閨蜜 歡迎鳳老師 哈囉 還有思佳 以及瑋穎 當然我們時尚好姐妹隊 有我們的林業婷老師 老師 Julie姐 Julie姐 我們要問一下葉婷老師 來 春季要到了 對不對 有一些元素 把它抓住就好了 其實不需要花大錢 對 對不對 其實像 就有點像夾兩件 譬如說像我這樣的襯衫 在春天滿流行的 是 那不對襯算是一種拚接嗎 對 不對襯穿 像我這樣也是不對襯 是這樣 就是 其實是褲子 在看起來像裙子 讓人家很多遐想的 不一定要露才有遐想 像那種不對襯 還有看不出來是什麼東西的 都是今年滿流行的 就引起人家的好奇心 設計感 所以其實我發現你穿得也很流行 對 有拚接 真的 因為你就是拚接 五官不對襯 不是 還要嗎 拚接 你也是拚接 我拚接誰 不是 你看你背一個包包 然後你拚接這個夾子 雙面膠有沒有 這是真的是服裝式的包包 對 也是很不對襯 然後最重要的是看不出來 有Office的感覺 對 看不出來你在幹嘛 大地設施 可是我沒有想到 Julie姐她要來聊什麼流行 什麼意思 Julie姐 我是走在流行的尖端 對 對 我跟你講 Julie姐走在中山區大直那邊 她被搭訕 真的 為什麼只有中山區跟大直 她是因為她有一次去那附近買東西 然後剛好看到有一個男生 開那種名車 直接車窗咬下來要跟她搭訕 結果我一看發現 Julie姐那個男生把車窗拉起來 真的 我覺得Julie 妳一定要出去給人家看看 來 為什麼會被咬下去 我們試一下 就是 對 她的腿 她的腿就是一個 對 對 真的耶 就是要有一點運動風 可是上面又可以帶一點就是 大地色也OK的 很棒 可是這種大地色 可能在春天就有點太深了 在春天太深了 太深了 對 其實穿在我身上 不管春夏秋冬都太深了 對 因為妳 我覺得她今天小梁 穿起來很像一個 大寶寶 大寶寶 真的嗎 因為她是寶劍啊 對 褲寶劍 褲寶寶 聽不下去了 對 很快 快了 來 壯壯 講一下年輕的 梅娜應該要怎麼穿 一個 沒有呢 就是因為其實呢 今年歐美各大品牌 都開始流行 有一點內睡衣 甚至是內褲外穿 對 內褲外穿 真的是內褲那種極短短褲的 內褲外穿 對 但是呢 還有呢 我覺得其實在亞洲 這種風格可能會有點太過前衛 對 或是走在路上會有一種 違和感 那所以像是我的話 雖然我會有一種睡衣 這種獅子的感覺的 洋裝穿在外面 但是我就會套個西裝外套啊 或者是小襯衫 我覺得這樣走在路上 就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會那麼奇怪 然後今年的元素就是還有 絲襪也回歸了 各種材質的絲襪啊 然後黑絲 白絲 蕾絲絲襪 也都是今年春夏流行的重點 所以可以把你的美角露出來囉 很棒啦 那穿這樣子 會有襯衫外脫的時候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就是可穿可脫 大概什麼時候會把它脫下來 大概什麼場合 去餐廳吃飯會太熱的時候 春夏嘛 我們在講春夏 對 身材很好耶 很棒 好想一直訪問他 不想訪問那一對 還是 為什麼 Sam老師講完應該就差不多了 沒有 換季保養 換季保養 因為春夏嘛 因為所以呢 我們這一對為什麼會穿白色 就是因為 就是皮 沒有沒有 皮膚 皮膚就是要保持著一個乾淨 白皙 因為白皙乾淨嘛 那你春夏可能女生也會露一些 什麼鎖骨 大腿 小肚肚嘛 當然就要乾淨為主 那你當然就要注重說 你的皮膚油脂的保養 因為冬天你可能會擦比較滋潤對不對 你春夏的時候 家裡如果還有保養品的量 可以薄一點 是 然後或者是說你的保養品 就可以換比較清爽一點 油水平衡 然後保持皮膚的乾淨度 你知道了嗎 乾淨 乾淨很重要 下手不要那麼重 塗輕一點 請保擦 對不對 不要太黏膩 因為很多人就是討厭黏膩 對 那瑋瑜呢 瑋瑜要講什麼 還有我保養品 不好意思 春夏保養是這樣 除了臉 身體也很重要 還有一個地方 很多人都會忽略 小楊哥一定沒有注意過這個地方 真的 人的腋下如何 你腋下如何 這個地方就是因為夏天就會穿一些 比較細肩帶 或像淚睡衣的有沒有 手一定會舉起來 如果全身這樣它都很完美 腋下不OK 整個整個整個 就是氣味 氣味 美白 還有該刮的要刮 對 而且有的打開會有肥胖紋 或一條一條勾勾的黑色那種 潤塵紋 白白袖這種的 要多注意 是 要注意 那腋下保養有什麼 撇步嗎 滿多的啊 他們有專門腋下專用的一些 收斂的化妝水 是 譬如說可能你除毛完了之後 那個毛孔會比較粗大 對 那有的人會只有刮而已 對 也有專門腋下的肥皂 專門 就日本也有出一些 它專門用柚子做 就是不會有味道的那一種 比較清淨 對 好 我覺得是到了那個春天 因為冬天不知道要包緊緊 對 春天就可以露出一些脖子啊 肩頸啊 你看它露得就很好 對 對 非常好 這個時候就是好好的保養 像這幾年脖子的保養 跟肩頸的保養 其實也都是非常熱門的 以前大家可能都很注重在 臉上或者是四肢 但是其實這幾年開始 就是從肩頸這邊 天鵝頸很重要 所以就是一定要按摩啊 把你這邊所有的這個肌肉啊 線條弄成天鵝頸的樣子 然後博紋這邊也記得都要保養 像一般我們只擦臉上 這個時候大家記得 開始要往脖子肩頸這邊擦 然後美白防曬也要記得注重這邊 不然曬得不好看也不行 對 是 一年之際在於春嘛 對不對 對 把自己保養好一整年都會很開心 對 雖然剛剛開場比較稀鬧一點 可是在過程當中 稀鬧是猛一些來的 對 對 確定只是稀鬧不是胡鬧 對 過程當中大家也分享了一些 換季有用的資訊 對 那今天兩隊來比拼獲勝的隊伍 有機會可以得到 十萬元的高級家庭組喔 我們來參與今天我們的吃的賽 腦力對決 便便便 為什麼只為真氣 兩隊人馬格控不強 洗臉的水溫最好維持在幾度 才能有效清潔 不傷害肌膚呢 其實我覺得是 35度 比較高溫的 因為跟身體的體溫差不多 你的書寫幾度 我的書是寫 有時候在 國際美容公約是講 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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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要考驗大家的是水水知識王 對不對 因為剛剛開場大家都講得很有道理 那我們來比拼一下關於美容保養 這些大家誰的知識比較厲害呢 好 那一組一組的搶答 好不好 請搶答在岸 早岸晚岸都不對啦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請出題 換季最容易過敏打噴嚏 流鼻涕 補充哪一種營養食品 可以緩解症狀呢 對 要聽到請搶答 還沒 還沒 兩隊準備 不要看到黑影就開槍 選項還沒有念 是 來 老師選項請出 好 兩隊都很有把握 請搶答 老師 魚油 好 魚油 是 確定嗎 確定 如果這個答錯的話 那真的是 好濕耶 下名字 可是剛剛林彥霆老師也搶得很快 老師如果你搶到 你會想要回答哪一個 也是魚油 兩位大師級的居然有不同的答案 好想看看正確解答是什麼 好不好 Sam老師為什麼會想看 因為它有Omega 3 Omega 3本來就是減緩 所有的發炎症狀 那你在C也打分立 油皮應該都是發炎症狀產生的吧 是 是過敏 然後C的話是增加抵抗力 對 我的概念是這樣應該是 是 那到底B 魚油這個答案 對不對呢 抱歉打錯 謝謝 你們的答案 維他命C嘛對不對 剛剛講的 對 這個答案對不對 維他命C恭喜答對 因為我們一些流鼻水打噴嚏 這些過敏的症狀呢 其實剛剛Sam老師其實也有提到 Sam老師是太厲害了 他懂得太多 所以選項自己就會比較糾結一點 那維生素C呢 是可以提升免疫力 然後也幫助組織胺代謝 因為我們過敏嘛 過敏不是都會吃抗組織胺嗎 那你吃維生素C 他就把組織胺代謝走了 可以減緩你的過敏症狀 那在飲食當中 你可以藉由吃水果 譬如說 或者是彩椒 去補充維他命C 那魚油也是很健康 裡面會有Omega 3 就是DHA跟EPA 它就是幫助你合成人體 不會自行合成的脂肪酸 對 也是可以促進 但是如果說針對過敏來講 就是以維他命C為主 是 這些好東西都要多多補充 好的 來 換人搶答 好 好 俊姨姐 加油 下一題 請出題 牛仔褲的口袋當中 都有一個較小的口袋 請問原本是設計 要來放什麼東西的呢 對 小口袋 我們都有放零錢 其實不是喔 是放什麼呢 請搶答 自家 是不是排表 應該是表 排表 還是表 排表 是放在褲子口袋嗎 還是上衣的 褲子口袋 因為牛仔褲好像是以前 美國不知道什麼時期 設計給比較勞力的人 在穿的 最大勞力的人 可能會看時間 而且因為單片眼鏡 你不可能每個人都有近視 不可能 如果說放大鏡才有機會 單片眼鏡感覺不可能 指南針又覺得有點那個 而且眼鏡放在這邊 有時候或坐或站 都破壞了 對 而且那個尺寸的大小 我剛好拿來放 懷表 懷表 這個答案對不對 懷表 恭喜答對 OK 因為其實在19世紀的時候 美國西部有一個掏金 就很多掏金的工人 那我們在這個礦坑裡面 大家都穿一個耐磨的牛仔褲 也是這樣發明的 因為你工作上 你常常拿工具 手錶是不是會壞掉 所以他們就改拿懷錶 那這個小口袋放懷錶 是很剛好的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礦坑是在地底下 而且它有時候下去 一兩百公尺都有可能 對 暗無天運 是非常深 它有時候那種長度是 一拉是好幾公里的 對 所以說你還要抓 你走出去的時間點 是 所以那邊生命攸關 攸關 那個很嚴重 恭喜懷表正確答案 1比1平手 我們就要換一組 加油 加油 好 老師請出題 請問家練哪一個品牌的發源地 不在義大利 這個答錯就丟臉了 他們一定很清楚 請搶答 來 撞 撞 不在義大利 不在 不在 是 我們覺得是B 愛瑪士 B 愛瑪士 這個答案 對不對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對 然後剛剛伊達 愛瑪士斯嘉 就 對 因為像Prada跟JoJo Armani 都是義大利單牌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品牌底下 它都會印 有的是 Hermes下面就是Paris 然後像Prada或者是JoJo Armani 有的下面是印羅馬 或者是印義大利都有 Prada是羅馬的 對嘛 所以那就是義大利 它下面寫羅馬 所以我只記得說 去法國一定要買愛瑪士 對 跟當地比較便宜 所以因為這很便宜 法國除了愛瑪士以外 還有哪幾個是比較知名的 法國 羅賓 羅賓 對 羅賓 就義大利跟法國 是 這好像離你比較遠 比較遠 因為你可以問我太太 問我這個蘿蔔 好不好 還是我們打掉給Stacy 她滿好的 其實不行 她會拿她的 好不好 好 盡量工作歸工作 對 OK 恭喜了 食尚好姐妹這邊答對 2比1 來 換人搶答 老師 好 2比1 好 下一題請 洗臉的水溫最好維持在幾度 才能有效清潔 不傷害肌膚呢 A 25度 B 30度 C 35度 三個選項各差5度 其實不好猜喔 請搶答 來 Sam老師 我覺得一定不會是35度 35度太燙了 25或30 25或30 對 常溫到底是幾度 不告訴我 我也是25 混淆他們 混淆他們 真的太吊詭了 25吧 我們常溫講常溫25或什麼的多少 A 25度 這個答案對不對 對 抱歉答錯 對 你們的機會來了 機會有機會來了 對 來 葉婷老師覺得幾度呢 其實我覺得是 35度 比較高溫的 因為跟身體的體溫差不多 因為你超過36度以上 才會覺得熱嘛 40度才會熱 所以35度跟我們體溫差不多的話 就是 稍微涼一點點 對 稍微就會比較容易 代謝一些油脂之類的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 35度 35度 跟體溫接近的35度 Sam老師我想問你 你覺得這個35度 會是正確答案嗎 你的書寫幾度 我的書是寫 那就接近30度 難怪他跟他糾結25或30度 不過我覺得題目有一點 調過 因為它是寫 有效清潔 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的 是 不過你後面又加不傷害肌膚 你過熱本來就是傷害肌膚 是 我覺得過熱應該是40度以後 才叫過熱 不過因為我們在講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 就是維持在40度或42度 國際美容公約是講 很嗆 很嗆 到底答案是什麼 天啊 差不多 現在平時30就是差不多 答案是35 對不對 對 35這個答案對不對 抱歉答錯 沒有啦 沒有啦 這三個選項而已 是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要選 正確答案是30度 就是皮膚感受有點 微微溫溫的 用這種水溫洗臉呢 清潔效果好 而且也不會傷害肌膚 你如果太冰的話 很多人都說收斂收斂 但是你在洗臉的同時用太冷的水 毛孔收縮 過度收縮 你就不好清了 反而髒的出不來 對 它就卡在那裡 太熱呢 會傷害肌膚 有的會過敏反應 因為我們洗臉的時候 手還會搓 對 搓的時候又會產生溫度 對 再搭配這種水溫太燙 你臉反而會洗完越紅 或者是過敏 對 其實兩位老師都很專業 只是我覺得這一題 數字抓得很清楚 才對 對 所以大家不好選 你要問泡澡到幾度嗎 對 泡澡到很清楚 搞不好是下一題 對 反正這一題沒有人答對了 來 下一題請出題 請問哪一種痘痘 最適合使用痘痘貼呢 A 種種未發炎的痘痘 B 剛開始發炎的痘痘 C 有濃包的痘痘 對 其實痘痘有很多個階段 到底哪一個階段 用痘痘貼最好呢 請搶答 來 斯嘉 剛開始發炎 對 剛開始發炎 應該是 因為它才會有個頭 而且痘痘貼它裡面其實都 它就是這樣 它有做消炎的程度 對 所以應該是剛開始 因為種種還沒發炎 你貼沒有用 對 應該是B B 因為有濃包 濃包是絕對不能貼 它會蓋住 反而它會發炎得更嚴重 你房子裡面會更多的濃包液出來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對 是B嗎 B 還是要開始發 B 剛開始發炎的痘痘 這個答案對不對 抱歉 答錯 來 Julie姐 妳就光剪它們的就剪不完了 不是 它是吸 但我記得痘痘貼不是都說 是用來吸濃的嗎 對 是 我記得 可是開始 開始發炎跟有濃包 最適合 第四不是很像嗎 對 開始發炎跟味道 C 有濃包的動作 因為它會吸那個組織液 就跟那個 就跟那個 人工皮 對 美容交代 所以有傷口 所以要吸 把那個龍吸出來 才要貼痘痘貼 C 有濃包的痘痘 這個答案對不對 恭喜答對 因為痘痘貼主要是在於 隔離外界的髒污 你貼著才不會手髒髒的 又去碰 不然傷口更嚴重 然後痘痘呢 因為要有濃包嘛 它已經有分泌一些汁液 所以它是吸附傷口分泌物 適用於有傷口 而且看得到濃頭 你只要用青春棒稍微擠的 那種有濃包 你就可以用痘痘貼 把它封住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走這個策略 對 就是剪他們的 這種模擬兩口的時候 就讓對方先打 沒有 像有時候頭還沒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硬疾 因為它裡面就是沒有 它裡面就是沒有囊帶 你去硬疾只會更痛更嚴重 它就是組織液不會出來 而且可能擠出來是血 對 所以說那種東西 你如果想要它消的話 你就是做洗條好 然後飲食清淡一點 然後清潔 清潔很重要 這些就可以 可是濃包出來就是兜兜貼 而且擠真的要看時間 就像吸收米也是要看時辰 對 好不好 很重要 一番比拚 恭喜我們的食尚好姐妹 3比1獲勝 恭喜 一起來進入我們的 百變大調查 小梁思佳哥兩好 互相吐槽求進步 就是你那種 就是在那邊 求婚住討拍的那一種 對 你是不是每天看社群都在罵 你都在罵 都是嗎 王思佳就是我的搶先看 對啊 我也都看你的耶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如果我今天PO一個什麼文 對不對 王思佳還沒來得及來罵 對 那個網友還會那個 他說 思佳你怎麼看 對 你處理一下這樣 所以他不是隨便罵罵 他罵得很用心 我很用心 好 今天要問大家的 也是跟兩對情形相關的 最讓人討厭的貼文種類 是的 我們藝人的職業 其實有時候不想發都不行 太多了 對啊 都是多人吹你發 可是常常看看看 有一些人發到最後的力 會覺得夠了沒 譬如說每天拍 每天拍一些韓劇的照片 對 韓劇男主角 然後再把他的名字都換一下 然後換不同女主角 而且他的hashtag很誇張 他是一句話都給你hashtag 對 一整句 譬如說他說我們說到底要怎樣 對不對 是不是一句hashtag到底要怎樣 不是他是 hashtag到底 hashtag要 hashtag怎樣 對 所以你怎麼搜都會搜到 都會找到 好可怕 只要打開就有他 超討厭 很討厭 那我們今天就來問說 有網路溫度計做的調查 最讓人討厭的前八名 但名次越高分數越高 但是七八名比較冷門 所以分數會比四五六名 再高一點 冷門的再BONUS一點分數給你們 好 我們的食尚好姐妹 有優先答題選 OK 來 你們的答案是 限付嗎 這個有 那種什麼名車 名表 一大疊現金 這一種的 還有那種故意拍方向盤 然後手放在上面 就 然後又假裝不敬意這樣子 或者是吃飯 然後很漂亮的餐廳 然後呢 放一個那個車子的鑰匙 然後這裡又放一支手錶 手錶 還有鑰匙 還有一個香檳 然後懂的人 那一個酒瓶也看得出來 這是多少錢 對不對 炫富 這個答案有沒有 炫富恭喜第七名 然後 沒錯 而且他很多東西都演得很像 不小心 不小心的 對 然後說出了好久的錢 買了一台車 然後坐牛坐馬 藍寶尖尼 對 巴拉利馬 對不對 坐牛坐馬 其實現在照照片下 我很有錢 是 恭喜30分 30分 來 這很簡單 對啊 對 就是每天你們看不喜歡的 就是這個 就是你那種 就是那種 求關注討拍的那一種 對 討拍的 就是那種睡不著 對 然後圖文不符 對 就是那種 大濃妝 然後說晚上要去睡覺了 這樣那種 誰看得懂那種 那種東西 我要睡了晚 我要睡了晚 或者是去健身房 然後說 好累 好累 就完妝 完妝 一滴汗都沒有 還弄個毛巾 對 今天又來推 這樣子 都沒有在推 其實你的社群網站上面說 你很愛在心裡罵人 對 你是不是每天看社群都在罵 你都在罵 對 因為 王思佳就是我的搶先看 對 對 會有高看你的 對不對 像你知道嗎 我跟妳講 如果我今天PO一個什麼文 我沒有去罵他 還沒來得及來罵 對 那個網友 還會那個 他說 思佳你怎麼看 對 你處理一下 這樣 我就要出去罵他 所以其實 我願意嗎 我也不想 你也是眾望所歸 我也是 兼募眾捨 我不罵他個兩句 我好像都覺得心裡面不平衡 不平衡 搞得我要去把他的圖下載 然後再去把它劈圖 很累不累 你真的很用心 我很用心 我要算他一張醜照 然後再去把它劈掉 然後兩張再把它刪掉 對 所以他不是隨便罵罵 他罵得很用心 我很用心 他有沒有曾經發現 你很會劈圖 然後自己拿自己拍的照片 譬如說可以幫我劈成韓劇男主角 我跟你講 其實我認真有想說 我要幫他修一張精修圖 你知道嗎 我修到罵髒話 太醜 真的修不出來 我真的 答案是 什麼答案 無病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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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臉書上寫文字抒發感想 很正常 我們都猜到冷門的 可是有一些人都是 無病身影自言自語 你知道我前陣子看到一個 最近不是雪季嗎 對 大家都在滑雪 滑雪 在雪地裡穿著比基尼 然後寫說 冷的不是雪 是我的雪 是 好煩喔 這種事誰一定要把它講出來 對 恭喜30分 30分 來 很多啦 這種很多 看看你身邊的人很多 我們剛剛就已經講了大概500條 對 我們可能是天獎 只是 只是就很害怕 在這個八個名單上面 就是講一個最熱的 對 我們覺得 比如說就是抱怨 抱怨文 就是比如說 明明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 然後他就會寫 他經驗遇到 他討厭他 他跟他吵架 他就會在那個臉書上面寫 然後不指名道姓這樣子 可是這個人家看了會開心吧 因為很多網友都會去卡位 或者是問說誰 有掛牆 可是那個人也許 萬一不是那麼有名 他只是每天都在抱怨一些事情 對 罵老公 罵男朋友 罵男朋友 罵一大堆 負面的那種抱怨文 抱怨文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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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可能是第九名 第九名 第九名 他沒有 他們竟然這樣 真的 繼續要叫他沒有 他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我跟你講 他有一種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尤其像我們單身的 看了就不舒服 放三位 真的 真的 可是冬天你知道 我老公又帶我去哪裡了 然後弄一個什麼名牌的盒子 有沒有 就說老公怎麼又送我這個 謝謝老公 想出國 謝謝老公 也是全世界對我最好的 Stacy也常PO這種 真的嗎 沒有 我不知道 那是一定是我 不一定是我 我覺得Stacy不會發 老公怎麼可能送他 沒有 他就說老公辛苦去工作 我帶小孩出去玩 有幾次我看Stacy出去玩 照片都沒有你 我也很棒 因為網友都說 他們這樣會比較快樂 對 就比較 照片也比較好看 不會變成貼文的種那個 也不太用修圖 對 老公的人生就不需要小叮噹了 好討厭 所以放閃文 放閃文 這個答案有沒有 放閃文 有 對 對 對 你去哪兒吃什麼 人家跟你說什麼 剛剛你剛剛我聽事 對啊 每次一發網友下面的留言 都是這個臉 我自己摸到很想幹嘛 真的 放閃文 恭喜獲得二十分 累積五十分 五十分 好 二十分還好 現在哪有什麼 對不對 我想到了 但是我們也有時候偶爾要做一下 對 畢竟是我們的動作 人生 人生 就是業配 太多業配跟廣告 整個版面刷到你都在講廣告 都不知道你有沒有真的用過 對 本來是日常生活的分享 對 變成一個廣告的原理 對 因為現在廠商會下廣告 是啊 廣告一跑幾個月就一直滑倒 不斷地重複看到 真的 對 或者是騙我們前面說 今天心情很好 用了這個好香喔 後面又變業配 對 就會引導人家進去 是 這個答案有沒有 恭喜第二名 好厲害 好厲害 簡單來講就是自入性行銷 但是有一些網友 他會覺得比較討厭的是 你的自入性廣告越多 有時候因為手機大數據的關係 像上次我滑到一個認識藝人 他可能講 私密處的味道比較香 但我就是不小心點到 結果我的手機 手機馬上大數據 滑到每一個社群都一直跳 私密處味道號的廣告 然後我就覺得 是有多好 我真的 我真的不需要 被置入了 對 我真的不需要 有味道是 沒有 沒有 對 我的意思是說你都站我旁邊了 對啊 對啊 味道會這麼大喔 沒有 沒有 好 恭喜獲得40分 美肌70分 70分 來 70分 你現在準備揚長而去了 對 怎麼辦 要先哪一個 先哪一個 有很多嗎 可以 先讀雞湯 讀雞湯 每天都會講就是很正向的能量 然後怎麼多 我們要向善 對啊 然後我們只要努力 就會賺錢 什麼福氣就走了 福氣受有福 你怎麼有練那麼順利 是不是 他看了很多話 常對我自己講這句話 脾氣來了 福氣就走了 因為送起來小良哥這句話 白龍王也這樣跟你講 白龍順利 他今天來這裡 他今天來這裡 我真的很謝謝他 他失去多少福氣 第七一幾 他看到他 我看到他就有暴力之氣 OK 好不好 心靈雞湯文這種 有沒有 有 有 第三名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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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 累積90分了 沒關係 我們不要有鼻氣 不要有鼻氣 沒有 第二名 第三名 我們應該知道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 我們自己討論出來 是 最 最最最最最讓人討厭的 最討厭的 最討厭的 就是自拍 對 尤其就是瘋狂的不斷自拍 整個版面都是自拍 對 就連跟人家自拍 有沒有 只修自己 還把人家卡掉 把別人的臉都歪掉了 也不管別人 就是因為怎麼滑他的頁面 對 他永遠都是自拍 而且因為自拍就是會有一個角度 是漂亮的 所以永遠看到到 他任何場景都沒有在管後面 都是那個 而且我也不喜歡看到那個很多 健身的人 然後拍鏡子 一直拍肌肉 然後就一直拍肌肉這樣子 對 然後看到鏡子就側拍 然後覺得自己很像哪一個 韓國藝人 然後也側拍 就一直洗牌 所以我好像 我這個角度也好像 我那個角度也好像 對啊 導播 他在講話喔 你怎麼會take我呢 導播 想到寶劍 寶劍這樣 他覺得你長很像寶劍 OK 所以你們的答案是 自拍 自拍 這個答案 有沒有呢 第六名 漂亮喔 竟然不是第一名喔 你第一名大有人在 自拍照也沒什麼不安 你拍得漂亮人家會想看 但是不要一大串 因為有的人一次放個十五張 對啊 只放一張 而且搭配一些很奇怪 不知所云的文字 對 我跟你講 像我一張就好了 對 一張 你要有人罵 一張就有人罵 真的 何必十五張 你不放也會有人罵 對 你不放也會有人罵 他講的 不過有些 這不是事實的 老師有幫你放最重要的嗎 一張的配音 好了 認真一點好不好 不要再嬉笑怒罵 現在平手了 90對90 90對90 好不好 來 對面 我們一定要把50拿下來 對啊 我們要拿50就贏不了 你不然這樣子 弄來弄去很累 你贏一球 我贏一球 這樣分數拉不開 而且我們50拿到 他們20才對也沒用 對啊 我們現在50跟20差了30分 看你能不能中第一 看到小梁哥就很有靈感 不過我們三個 就是統一出來 就是我們三個也非常討厭的文 對 很穩 李白杜甫分不清楚 與十萬大獎擦肩而過 奧迪汽車的LOGO有幾個圈圈 四個 正確 雞蛋仔是哪一個地區的特殊美食 香港正確 雙手掌勢 是指總統跟哪一位官員呢 行政院長 正確 豬門酒肉臭的下一句是什麼呢 東獅有韓骨 豬門酒肉臭 鹿有東獅骨 差一點點 這是杜甫的獅 五十 我們一定要把五十拿下來 五十 我們要拿五十就贏不了 你不然這樣子 我來弄去很累 你進一球 我進一球 這樣分數拉不開 而且我們五十拿到 他們二十猜度也沒用 對啊 我們現在五十跟二十差了三十分 看你能不能中第一 看到小梁哥就很有靈感 不過我們三個就是統一出來 就是我們三個也非常討厭的文 什麼 詐騙文 詐騙文 對 我現在就是詐騙文 他最近很不舒服 最近很多人 很多大網友 我說這個是你嗎 這個是你嗎 對 那我想說 你花接木的照片 對 可是他冒用我幹嘛 因為我又不是什麼股市老師 我又不是什麼 可是很厲害的是什麼呢 他們都會被假網一個騙 但被騙的話都可以找到 真正的粉絲專頁 好厲害 他們就會去真正的粉絲專頁說 為什麼騙我 你怎麼不在我這邊 超好看的 因為假網頁是一頁是 他消費完了以後 這個網頁有時效性就不在了 所以他去搜尋 最終還是會找到真的 因為假的都閃了 你當時找到真的 沒有 我有問說 那為什麼 他說那個假冒的人 比如說你嘛 你是我朋友 你跟我講說 有人在冒用我 對 然後這個人主動加你 那加你幹嘛呢 然後他就有留言說 比如說我不常看FB 那這邊是我的LINE 你要不要加我的LINE 叫你去跟他買 然後我可以跟你比較 親近一點 親近一點 這樣 就是騙人家去加他的LINE 對 沒有詐騙到用 他有一種 前陣子也是很多身邊沒有收 他就是會叫你加入到一個 投資群組 然後什麼 一萬塊就可以幹嘛 對 詐騙文 這個答案 有沒有 有吧 拜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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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文 那所以我可以安心的 我每天 他講的 他講的算是 我們剛剛差一點要講這個 對 他講的算是 貼文 對 你詐騙文比較像網頁 網頁式的 因為詐騙文就是網頁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都對了 我們就等他們先打 對 什麼意思 我們先打 他就是你們的白老鼠 沒錯 所以我們一定有答案了 什麼 而且跟最近時事最有關係 什麼 然後看到你也會覺得 我們不想參與 就有點緊張 一直被洗 一直被洗 然後又會問你說 你是哪一邊 你是哪一派 你是哪一個 就是現在大家應該不太想要看到的 正字文 是 你會選舉的關係 因為怕裡面文字有得太偏激 對 而且很尷尬的是 你看到這個 你其實沒別的意思 你只是看到 然後你覺得 這個人講得一分填膺 你就按個讚 對 結果你會被人家搜出來說 你有在他的貼文按讚 你有按讚 你認同嗎 所以有時候明明內 這個文章寫得很好 你只是覺得說他講得很厲害 並不代表你什麼立場 對 都不能按 都不能按 鄭志文 這個答案有沒有 有 恭喜第一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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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很少不想講這個 好了 你們 沒關係 我覺得就是不要去提及 直接什麼哪一派的或哪一個候選人 對 然後不要過度狂熱 因為你這個太狂熱以後 到最後就會再攻擊對手 是 對 這個尷尬 恭喜他們這樣加上去 140分 140分 因為這一題就50分了 對啊 那你們想不想要知道 就是要不要再猜一個 還是我們 宵夜文嗎 宵夜文還好 還好 宵夜文 還有什麼宗教文 宗教 宗教宵夜政治都不是 都沒有 那那邊有沒有其他想法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酸言酸語文啊 一直酸 那種 那個是留言回應 不算甜 還有一個其實是抽獎 抽獎 抽獎 因為抽獎 大家會覺得很麻煩的是 你要分享出去 你還要 所以就說 他是很OK 可是抽獎文的瀏覽率還是很高 其實是因為我們 大家講過獎很愛抽好不好 對 因為要抽獎 我就覺得麻煩 但是如果抽到的話 何樂物 也是 所以第四名是抽獎文 抽獎文 好 那分數呢 我們的美麗好閨蜜90分 時尚好姐妹140分 恭喜時尚好姐妹可以參加 百變終極之戰 拿大獎喔 好 這一關請大家收集你那 嬉笑怒罵的嘴臉 對 因為你們離十萬元的家電大獎 非常的近了 是 只差一步喔 今天獲勝可以得到 50吋的4K液晶顯示器 對 還有鋼板變平三層冰箱喔 還有鋼板變平三層冰箱喔 豪淨是電碗系 微電腦後補電子波 無線馬達吸塵器 是 這五樣通通都給你 真的假的 通通帶回家 已經有人帶回家過了 真的嗎 鬆哥啊 蹦上了鬆哥 對 他們那一隊還有張文綺跟曾子余 可是跟這兩個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從頭到尾是阿松答對的 是 老師 我們在這一關 兩邊各有99秒 是 一人答一題 如果你答對的時間 會幫你暫停住 那如果答錯時間 就會一直倒數 直到答對為止 對 你如果先歸零你就輸囉 OK 那跟你介紹一下兩位關主 第一位是 方慈生關主 國家高考營養師 畢業於台大食品安全研究所的碩士 接下來第二位是 台大經濟系畢業的江大成 什麼 大成的職業觸角很廣 有參加過電競隊 然後現在也是一個電商的老闆 他們看起來好厲害 你也可以贏啦 對啊 我們一題老師 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 對不對 這種題目對他來說 真的 準備好了嗎 來賓隊先答題喔 一人一題 好 99秒先歸零的就淘汰了 OK 好 老師請出題 流行歌手雷哈娜 創立了哪一個美妝品牌呢 F開頭 F開頭叫 秒數一直在走 Fenty 下一題 第一座迪士尼樂園 開在美國的哪一周 佛羅里達 下一題 台灣最美麗的歐巴桑 是指哪一位藝人 陳美鳳 答對 國金包是哪一個精品品牌 所推出的手提包款式 愛馬仕 正確 奧迪汽車的LOGO有幾個圈圈 四個 正確 知名景點連池潭在哪一個縣市 高雄 正確 台灣規定滿幾歲就可以捐血 十七 正確 素雞是哪一種豆類的加工食品 黃豆 正確 博爾摩莎是哪一國人對台灣的稱呼 葡萄鴨 正確 木蘭絲 集集複集集 是指什麼的聲音呢 織布雞 正確 雞蛋仔是哪一個地區的特殊美食 香港 正確 溫補去含的黑糖原料是什麼呢 蔗糖 正確 瀑布奇的阿斗是哪一個歷史人物 流…流產 正確 明初天馬茶房茶器撕焉 引發了什麼事件 228 正確 台灣故宮南院在哪一個縣市 那個台南 下一題 卡通喬虎當中 陶樂筆是哪一種鳥類呢 陶樂筆是… 陶樂筆 好…離得好遠 烏鴉嗎 下一題 原民料理 情人的眼淚是哪一種食材 下一題 下一題 台灣最大的自然湖泊是什麼呢 日月潭 正確 對 時間暫停 因為這邊有一點卡關嘛對不對 對啊 它中間一度有一大體都打得還滿順的 對 前面雷哈娜的品牌 Sam老師知道嗎 那個什麼 Fenty Beauty 對 後來有想到Fenty 差一點點 Fenty Beauty 而且它這個品牌呢 其實它以它自己的人氣 加上它品牌的質量也不錯 那營業額每年都達到5億美元以上 所以它自己已經累積到17億美元的身家 其實很厲害 然後再來呢 迪士尼啊 全世界第一座迪士尼其實是加州 那老師剛剛提到的佛羅里達呢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 像桃勒比 它是一隻鸚鵡 就像它的嘴巴有沒有圓圓的 足足的鸚鵡的造型 原名料理 情人的眼淚呢 其實是一種藻類 對 它就是口感介於 黑木耳跟海藻的中間 對 所以叫眼淚 情人的眼淚下雨才會長 然後有另外一個稱呼叫 但其實它算是藻類 富含維生素跟鈣的含量 起源是阿美族 然後後來原住民料理都會使用 好的 我們老師現在25秒 這邊72秒 那按照節目的慣例 請問妳有要換人嗎 有 因為老師很緊張 我有在於線 不過我覺得因為老師很緊張 劉璃姐怎麼走過來了 不是 我媽下一個 劉璃姐很重要 劉璃姐很好說話 劉璃姐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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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ler 選擇 劉璃姐很重要 農七年有消耗秒數 對 差距有一點 太過分了 讓她來看 我答合是知道 現在是讓關主這邊先開始 好 讓你緩和一下 好的 準備好了嗎 老師 請出題 河生是因為哪一位皇帝的木頭 放任而成為貪官的 神龍嗎 正確 雙手掌氣 是指總統跟哪一位官員呢 行政院長 正確 一年當中有幾個月有31天 七個 正確 豬門酒肉臭的下一句是什麼呢 東施有韓谷 下一題 用低溫真空烹調料理的方法稱為什麼 舒肥 正確 台灣哪一個地區被稱之為羽都 基隆 正確 心肺復蘇數的英文簡稱是什麼 CPR 正確 麻將的花牌共有幾張 八張 正確 農曆9月9號是什麼節日 重陽節 酒精主要由人體哪一個器官代謝掉 肝臟 正確 人吸氣時橫膈膜會上升還是下降 下降 正確 喜馬拉雅山位於哪一個大洲 亞洲 正確 黑盒子以國際標準 通常放在飛機的哪裡 好 沒擔心 黑盒子放在飛機的哪裡 那個 駕駛 那個叫什麼 雞屁股 是雞屁股啊 駕駛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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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頭 正確答案是剛剛大臣講的 駕尾 駕尾 因為黑盒子是紀錄 就醉雞的時候 尾巴比較不會受傷 所以放在駕尾 就幾乎 還原那個過程 因為你醉雞你頭一定下去 歪一砸整個就毀掉 所以如果說濕勢 他連黑盒子都毀了 那真的是問題很大 雖然叫黑盒子 但他本身是一個 對 像剛剛 差一點點 對 這是杜甫的濕 濕 其實Judy姐都答得不錯 很棒 很厲害 很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來 歡迎 謝謝 剛剛鄧鄧在旁邊看那個題目 你都會嗎 陸友凍死骨的這個題目 一出出來之後 我就很開心 對 而且其實你只要答錯一題 你的腦子會一直在想上一題 對 玉琳老師剛剛是不是遇到這個結 對 你是不是到後面都還在想 雷哈娜的品牌到底 對 沒有一直在想 那個是 陸友凍還是陰 陸友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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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題目三位會嗎 我們OK 你剛剛答得很好 對 你上次答得很好 你上次答得很好 但是在上班真的會很緊張 很緊張 因為沒有文字可以看 對 嚇死了 對 我覺得關主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謝謝我們的關主 謝謝我們的關主 我們大獎手下來了 也謝謝兩邊熱情的參與 還有觀眾朋友您的收看 我們百變製作心 一起動馬雞 下次見 拜拜 拜拜